我们来看附件3 附件3是要统计104班到107班 它的矿客公价 并价试价 这几个栏位的 这个 一个 做成一个所谓的 矿缺客的统计图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其实这个地方 不需要用到SS 其实直接可以从Excel 也就是从 附件2的Excel里面就可以找到 这个我们需要的 这个资料 首先的话 Excel的部分呢 我们先选取 上面先选取这个标题 栏位的标题 再选取这个104班到107班 分别市价并价工价 矿客的这个范围的资料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按一下一个 所谓的图表精灵 图表精灵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选择 在这个地方 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呢 它要我们选择横条图 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横条 这个地方的 这个所谓的群组横条图 接下来的话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资料特别注意 看到的 列就错误了 应该是蓝 那市价并价工价矿客 顺序没有错 那再来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输入这个标题 那上面的图表的标题 分别输入三月份各班矿缺客统计图 那X轴的话呢 根据题目这个是 颁别 那Y轴是结束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这个所谓的 隔线的部分 隔线的部分呢 根据题目的要求 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隔线 从范本里面可以得知 那再来的话呢 资料标签的部分 需要有一个内容的部分 内容部分打勾 再来按下一步 记得在新的工作表产生 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 那首先的话 一样在外面这个图表区 快速这个左键两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设定 第一个是 它这个外框的 这个到时候贴到Word里面 需要一个框线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在 这个地方框线的部分 选择制定 那不需要阴影 接下来的话呢 字形的部分点一下 字形的部分特别注意 自动调整大小 一定要打勾取消 按一个确定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设定 由最上面开始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字的大小为16 16 接下来的话 它是斜体 然后接下来的话 要加框 那这个 加一个 这一个 加框及阴影 那加框及阴影的部分 特别注意在这个框线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所谓图样 那选择自定 阴影打勾就可以按一个确定 就有了 那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太好点 或者你可以按右键 直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图表显示 这边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右键 左键是点框线 比较不好点 按右键 图表 标题格式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设定这个所谓的斑别 斑别的部分 它的字的大小是14 我们从这个地方设定比较快 再来的话呢 把它改成直向的 所以对齐方式 改成直的这个地方 点一下就可以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结束的部分 结束的部分字 一样是14 那再来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 要改成 已经横向 所以不需要修改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在更改这一个 这边坐标轴 这边坐标轴的字呢 它设定为12 可是要斜体 所以按一下斜体就可以了 斜体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底下的这个坐标轴 它的字要也是12 预设已经是12 所以不需要更改 那再来的话呢 它的这一个 最大值 这个地方有个最大值 所以我们在 任何坐标轴 任何一个地方 点两下 它的刻度的地方 最大值要把它改成100 那间距 这个都不需要修改 按一个确定 那最后的话 图例的部分 图例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一个 图例摆在右下角 那位置大概放在哪里呢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 这一个范本 那范本里面 大概摆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摆的位置 也要尽量跟它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 还需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 所谓的绘图区的部分 那点两下之后 不要往底 所以按一个5 就可以了 那背景要把它去掉 再来的话呢 资料 这个上面的 这个格式部分呢 这个字的部分呢 原来是12 我们要把它改成10 好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每一个资料 我们都要把它改成10 所以 每次都再点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要点4次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完成 完成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范围 把它复制之后的话 贴到Word里面 做排版 好就可以了